今天回北轮啊 突然发现这个路边的树不长大 也许天天这次里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这个隔一段时间回来以后 发现完全变样了 徐勇曾经在这里工作了近二十年 今天又一次回到北轮 思绪万千 成立于一九八九年的北轮发电厂 经过十多年的增容扩建 逐步成为中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之一 随着我国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 和环境保护的日益加强 传统火力发电达到饱和状态 新能源的推广应用已成必然趋势 当初离开北轮应该是原国电集团 当初有一个口号 就新能源引领企业转型 首先绿色发展 对新能源这回来 其实还是有一种随密的感觉 觉得很好奇 当初就下了这个决心 离开北轮应支持地去搞新能源 在新能源领域 风能和太阳能是主要的两大类可再生的清洁能源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有着充足的风资源 由于在陆地上的风电厂 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 所以他们把目光直接投向了 风资源更为丰富的海洋 在浙江舟山普陀六横岛海域 离岸十一千米处 建设六十三台风机 2010年 徐勇带着项目工程师金超离开北轮 开始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新征程 在当时国内的海上风电厂只有两个 江苏如东风电厂和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厂 对徐勇金超来说 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 江苏如东是潮间代风电厂 潮间代就是涨潮的时候它是海 退潮的时候它是贪图 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厂在杭州湾内 距海岸比较近 对比上海和如东 浙江海域的海矿更为复杂多变 有强台风大涌浪厚淤泥的糟糕特质 如何在这种海矿下栽种几十台风机 又怎样让这几十台风机长久地运转下去呢 我们周三海上风电这个项目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没有国内成熟的工艺 可以借鉴的这么一个施工的项目 一起做得从头开始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第一个海上风电项目 那么其实过程中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和所有的参见方一起 大家是群测群立 尽量把所有这个问题啊 难题考虑在前面 海上风电厂工程设计是龙头 中国电舰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李伟博士 将担任此次舟山普陀六号海上风电厂的总设计师 我们这个项目是位于浙江舟山南面的六横岛 东南区域的这个海域 这个项目的离岸距离大概有十一公里 那水深十二到十六 那这个区域是我们经常遭受台风 侵扰的这么一个区域 李伟的首要任务是召集他的博士团队 对厂区风资源的情况进行论证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风电厂勘察设计 过程中所要面临的一大难点 包括风电机组的选型 台风来起的时候它是一个旋转的情况 导致它的风向一直在变化 设计的时候可能要着重考虑到 它这个贺载的这个特殊性 比如说一些新型的抗台机型的应用 包括我们台风数据两百多个了 那路径是如何的 风速达到多少 那离我们风电厂以往台风大概是怎么样 这个我看了我们原来刚刚出去的 为了获取周山海域的风资源数据 李伟团队在周山海域设立了一座一百米高的测风塔 收集了两年以上的气象数据 那总体判断整个风电厂的风能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浙江海域是每年会频繁地遭受台风的冲击 那建国以来 在登陆浙江的台风大概会超过两百个 那超过五十米每秒这种比较强的台风有四个 台风发源于赤道附近的热带海面 由于受到强烈的太阳照射 大量海水蒸发上升 与周围大气形成环流 又因为空气在对流的过程中受到地转偏向力的影响 从而在海面上方形成一个空气漩涡 并且向南北极地方向移动 在移动的过程中能量越积越大 当气旋中心风速持续达到十二级至十三级 便称之为台风 浙江周山地处台风路径的多发地带 选择一款什么样的风机机型才能抵抗台风的倾导 只有确定了机型 离北才能根据这款风机的重量体积特性 做风机基础的设计工作 然而当时我国具有抗台能力的机型屈指可数 上海电器生产的4.0130型风机便是具备了良好的抗台性能的机型之一 太漂亮了 黄轩 负责上海电器海上风机的设计和研发工作 有着近十年的海上风机的研发经历 2012年开始我开始从事海上风电这个领域的业务 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海上风电的核心就是风险把控 任何一个问题在海上都会带来成本极高 代价极大极大的一个弥补 一款风机的诞生需要上百位工程师的通力合作 其中风机的叶片在面对台风风险时是最脆弱的环节 也是黄轩最关心的部件 样片做出来的和我们设计的很接近 也就是说它未来还有可能往下走 往下走 不光是要把叶片的重量降下 就是说重量降下来就省钱嘛 还有一个就是说随之而来的载荷要想办法控制住 最担心有后员那个第三副板前面的领个区区 所以说那块要做重大关注 摄像头就是我们的领个监控能监控到最大的 每一款叶片在量产前 上海电器的设计师都要对这一款叶片 进行四百万次的疲劳测试 除此之外还要做叶片四个方向的极限拉伸测试 来模拟台风过境时产生的摧毁力 注意叶间的晃动情况 注意叶间的晃动情况和硬变的变化情况 继续加载到百分之八十载荷 开始加载到百分之八十载荷 叶片通过试验后 工程师还需要进入叶片内部 仔细检查叶片经过极限拉伸后 有无产生裂缝 六十多米长三米多高的长锥形空间里 不能漏过一条几毫米的裂缝 反正是有义务进到发电机了 对吧 那个监验块那边要更换 对对对 监验一旦有问题 你这个发电机就必须要重新测试 要更换 我们一会儿哪一台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 只有坚固的叶片是远远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让风机具有应对台风的能力 在黄轩眼中 一台风机如果能很好地应对台风 那么频频来袭的台风就不是一件坏事了 反而能充分利用台风的超大风量来增加发电量 上海电器的4.0130这样的一款抗台机组 它为了更好地利用台风外围的影响 来提升这个机组的发电收益 所以它具备高峰穿越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谓的高峰穿越 它有别于传统的风机 传统风机当台风来袭 风速达到25米每秒时 工作人员会控制风机正面对风 同时三个讲页的角度调整到90度 使之顺风 锁定风机叶片 让风机承载最少的力量 而4.0130这款风机 具有智能动态变降的能力 当风速达到25米每秒时 风机不会立刻停机 它要尽最大可能地利用这种高风速发电 只有当风速超过32米每秒时 它才会慢慢对风顺降锁定 这样下来 4.0130就能捕获更多的风资源 那么这款风机为什么要叫4.0130呢 它的额定功率是4兆瓦 4.0兆瓦 液轮的直径是130米 所以这个风机叫4.0130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液轮直径130米 加上塔桶的高度138米 整体重量近三百吨 它是一个无疑的海上巨无霸 确定了抗台机型 接下来李伟博士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如何把4.0130这个巨无霸 栽种在海里 首先他们要做海底地质勘查 钻孔探取海底土样 这时一个超出想象的难题 摆在了李伟面前 普陀6号厂区的海底淤泥 深达40多米 这给他的职业生涯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36号机 表层的这个淤泥 一直接近40多米 前面的这个都是 现场取出来都是流速状的 对 寒水量也很高 一半是水 一半是土 而且现场这种土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存在地 这种上部的取出来之后 就很明显 稍微手一碰手一碰 就已经不能保持圆形状态 强度上来说也是最差的 从对比上来说的话 它正常的是像这种 具有一定强度 可塑硬塑状态的 大概只有10%到20%之间 直到淤泥厚 但没想到这么厚 那就意味着12到16 再加40多米 基本上这一段 这个可以说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面对40多米后 基本没有承载力的淤泥 应该用多长的桩 什么样的桩形 才能支撑住重量近300吨 高度超过50层楼的风机 我们行业里有个形象的比喻 叫把风电机组的支撑结构 插入中国的海域 就像筷子插进豆腐中 但是像浙江这种海域 相当于在这个豆腐以上 又加了一层很软的蜂蜜 那难度可想而知 可以说是国外 以及之前中国海上风电建设过程中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 在当时 常规的风电机组装型 有单装基础 桶形基础 多装基础等等 经过华东院设计团队 充分的技术经济逼选 选定了多装成台基础 作为周山项目风电机组基础形式 那么具体用几根桩 多长的桩 才能满足风机数十年的承载需求呢 一般的话跟粘土还是比较相近的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粘土的 我估计基本上是按粘土 一比一百 为了验证装与土的相互作用激励 李伟设计团队与浙江大学超重力实验室 共同开展了装土作用试验研究 试验是将一根布满传感器的缩齿桩 插入到模拟周山海域淤泥土质的模型箱里 用启动机将装有淤泥和缩纸装的模型箱 调入离心机 然后通过离心机的旋转 使淤泥达到真实海况中淤泥的沉积状态 这边是我们的模型箱 那边是我们的配重 像一个扁带一样 它的主要作用呢 超重力 因为我们日常人们生存的环境 就是一个重力加速度 我们称为一个计 那超重力就是通过它发动起来之后 通过它的旋转 能够实现几十个季甚至上百个季的这种加速度的环境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这种土壤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实现在我们日常一个重力加速度环境条件下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种沉积这么一个硬力状态 那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够判断在不同加载这个贺载情况下 这根桩的硬力硬变以及位移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识别这根桩 在这个土壤情况下的承载性能 现在你那个键皮块曲线 对 最底下有没有 有 像 XY 或者是总的那种 合成的 合成的 对 这方向 拿到试验数据后 李伟和他的团队开始着手装型的设计 为了满足载荷需求 通过计算 选定八桩高桩成台基础方案 每根桩长一百一十六米 直径两米 由于室内模型试验是缩齿试验 与实际的装土相互作用状态 还是会有差异 本风电厂面临强台风 厚淤泥 大涌浪等 复杂建设和运行条件 经过再三考虑 李伟决定 在工程厂区 使用一比一的实装进行试验 对实验桩分别在轴向和水平方向 逐级施加上千吨的贺载 推演计算试验桩的极限承载力 分析装土相互作用的激励 和设计参数取值合理性 前面会暴露出一些问题 你如果是不早点弄 那些问题说不定会解决的时候 会花时间的 你到时候后面没时间 黄延祺 周山普陀六号海上风电厂施工方工程师 在接到试装试验的任务后 他便来查看装馆的制作进度 他们要赶在台风季节来临前 完成试装试验 然而摆在黄延祺面前的问题是 用什么样的施工船来打这根试验桩 当时国内打装船 作业高度极限为110米 而计划试验的桩长 116米 我现在有个矛盾是淤泥比较厚 你这边这个装备的问题 我这根装不能很长 那我这根装可能会116米 这种量级 就是说116米的装量 最好是能够优化到113米 把这个装长适当地降低一点 黄延祂这边施工单位 再去弄脑筋 再去把工作做得细一点 到底需要多少的这个装甲高度 那么再把这个槽位的因素考虑进去 能不能利用那么点窗口 把它打下去 海上封电的基础设计 最常见的困难 往往来自于船舶装备的限制 为了确保施工的可行性 三人反复讨论 又结合试验机位的地层分布 及厂区代表性 最终决定采用98米的试验桩进行试验 这是当时我国海上封电领域 装长最长的现场试装实验 试装长度定了之后 李伟又在装的底部加入十字隔板 这样从装底塞入的泥土 会变得更加紧实 装的数项抗压承载能力也会更强 同时在装的周围设计倒刺 来提高装的烫拔能力 经过室内模型试验 现场试装 以及理论分析和计算 舟山海上风电厂 风机基础管装最终装径 由2米优化到1.6米 装长由116米 优化到110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有台风 贺载又比较大 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装型的设计上 没太关注成台的影响 当时大家也把这个注意力全部放在 怎么样把这个低成台做得安全 做得牢固 成台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墩台 上面安装固定风机 下面连接管装 为了方便施工 国内大部分成台是位于平均海平面附近的低成台 但是周山海域的风浪大 低成台会受到波浪的巨大浮托力和冲击力 极大的增加了钢管装受拔力的负担 危及到上面风电机组的稳定性 但是提高成台将会极大增加建设成本 李北需要在风机的安全性和工程的经济性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成台台高多少 这个还是有讲究的 因为完全台高到波浪一点都碰不到 那工程量经济性就会很差 所以我们在台高的这个过程中 比选了多种的这个高度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称之为灵敏性分析 最终台高到现在的这种接近十米 通过精细的分析 保证了成台基础设计的准确性 对李北来说 多增加一厘米都是设计冗余 装的优化 成台的台高 最终使单台基础节约超三百万元 六十三台节约近1.89亿元 当每个项目完成 在设计蓝图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时 每一笔都是神圣庄严的 因为它代表着设计师 终身要为这个项目负责 在低成台的基础之上 台高十米 成台最终的高度超过了十六米 五层楼的高度 李北知道 这个设计将会给施工 留下一个巨大的难题 设计东东嘴 施工炮弹腿 设计东东嘴 他们想的创新制造亮点 那我们也同意 但是把一些东西颠覆掉以后 那我们整个一个 从心里面就难以接受 因为高中刚才 它是一个高空作业 时空工序多 每一道工序都是在这半空中进行作业 可想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后来一想来 就是说在这种强台风海域 那它也必须要面临着一种结构上的突破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同意接受这种时空方案 接受这个挑战 2017年3月9日 大庄生响彻六横岛海域 国电舟山普陀六号海上风电厂项目 开始正式施工 中郊三航局 动用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打装船 沉装508根 入土深度平均70米 平均装偏位控制在150毫米以内 远优于300毫米的设计保证值 以超高的技术标准完成了打装 接下来就是让他们发愁的14米高城台 该如何施工的难题 对我们这个风场来说 沿可作业的这个天数呢 只有120天左右 当出现这个就是可作业的天数的时候 它就非常的珍贵 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涌浪档 涌浪造成了这个施工时间的减少 平时我们就说海上无风三尘浪嘛 整个一个最窗口少就是涌浪引起的 舟山海域的涌浪波长长达120米 施工船舶只有70米 如果想让船不被涌浪影响 上下颠簸 船的长度至少达到180米 超过一个半波长的大小才能盖住涌浪 当时还没有如此大的施工船舶可供使用 加上少之又少的作业窗口漆 一连串的困难让黄岩岐心急如焚 我们的施工作业活动呢 往往是面临着起重吊装作业 那么起重船的这个是浮在海面上的 它是一个洞的一个设备 当我的起重船吊着这个设备 到我们的成台上去了 因为成台是静置的 那么它又属于一个动对镜的一个吊装过程 我们是最希望的一种作业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静对镜的吊装 我们就想了 既然这个涌浪我们不能克服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在我们的工艺上进行优化 用这个长波静对镜平台上面放了启动设备 代替服饰启动船 就是减少了涌浪的影响 这个平台通过将9根1.5米直径的桩 伸入海底20多米 实现了临时的稳定 将海上施工转变为陆上施工 有效增加了可作业天数 当一个成台施工完成后 还可以将平台移动到下一个成台工位 黄岩崎共制作了八座平台 进行流水线作业 提高施工效率20% 施工现场车载船庄 一片热火朝天 风电机组在码头有序组装 这让黄岩崎和尹建峰他们 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海上封电90%都是分体吊桩 塔桶分为三节 吊一节安装一节 最后安装叶片 但是这种吊桩方式 需要有一艘支腿船 运行到成台旁边 把四个腿伸到海底 使船体撑离海面 形成一个稳定静止的施工平台 这样就能在海上 稳稳地把风机组装成型 但是浦陀海域的厚淤泥 却使得这种分体吊桩方式 难以实现 这个区域的淤泥厚度 也超出了当时国内 最常自贴船的一个安装能力 所以说我们采用一个 整体吊桩 因为它所有的工作 基本上大部分工作 是在后厂靠着码头做完的 到现场来 这是最终的一吊 整体吊桩 就是先在码头上 将风机组装好 由运输船运到机位 然后用启动船 将风机整体吊起来 放在城台上 但是整体吊桩 带来另一个问题 如何使重达几百吨的风机 平稳地落在城台上 在吊桩过程中 即使轻微地晃动 也会与城台之间 产生巨大的冲击力 造成风机损毁 中焦三航局的自信 来源于它们有一套 整体吊桩专利设备 软着陆系统 在风机塔桶底部和城台上 分别安装油压缓冲装置 载油工程师远程精确定位 可以让风机安全着陆 一周后的整体吊桩 所需要的软着陆设备 正在紧锣密鼓的生产中 谎言起义不想让它出现 任何一丝纰漏 就是螺丝连接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这根 就是这根梁对吧 这个位置刚好是 你看吧 它照相照到那个人头来的 刚好是它 就是这样照的 对的 那么就是这条汉风 对对对 这条汉风绝对不会 这是碳上来的 油气掉了应该是 我也认为是油气的 如果真的是汉风出现地风 那么我们肯定要把它 你是融洞汗吗对吧 我肯定要把它刨掉 刨掉后 从它来焊一下 2017年8月15日 国电舟山普陀六号海上风电厂 二区项目 进入了风机吊装的阶段 尹建峰 黄延祁作为施工方总工 机动不已 马上就能看到 第一台风机转起来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却迎来 整个工程的至暗时刻 施工之前 我们觉得这个项目呢 还是基础难度 并没有那么大 当时整体的吊装 那我们是有专利的 这个是我们技术是比较成熟的 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码头组装好的整体风机 运到吊装现场后 却由于涌浪太大 起重船的吊钩 在50米的高空来回摇晃 始终无法勾住 风机上的吊位 你看你看你看 现在这个百分之大了 两米了 这个行家被涌了 一拍一拍啊 全体又在抖动 也摇嘛 就是两边摇的那个 频率是不一样的 配重快就晃动 晃动以后 那个大壁就起不来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尝试 吊钩依然无法准确勾住风机 手抬风机的吊装 只能宣告失败 那里如果不行 在中间再停一会儿是吧 停一会儿 那就这么停着等待 如果是摇摆起来 就停一会儿嘛 你看到这种情况 大家第一次谁都没 没见过 整个后来边的摆幅啊 摆起来以后 它就跟中摆一样 有一个消散的过程 但是摆起来 它就相当公正了 基本上就不停 一直在左右的摆幅 碰撞了一个大壁 那一个保证的风机 可能有安全风险 一整夜 我们一直在尝试 都没成功 就是第二天 我们再商量这个 到底是怎么办 整个一个风机 如果说挂不上 那就没办法进行安装 那这个方案就失败了 一天 两天 三天 十天 一个月过去了 起重船两进两出 始终无法挂上吊钩 脚拙无助 尹建峰的白头发 便是从那时多了起来 在半分之时间多了 就思考问题就多了 他们说头发也白得多了 我们是 爸爸的自己 有这个通天的法力 能够把这个海浪 给它消除掉 但是自然环境 无法改变 一直在想 这个后面 怎么办 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这个 原来的方案 就相当于 都实行不了了 如果说 这个问题解决不掉 把这个方案推翻以后 你后续再怎么一个 我叫后手也好 后续的方案 怎么去弄 天天是思考的这个问题 我们那个时候叫 五加二 白加黑 晚上老师开会 大家反正是 从各个角度吧 想把整体调装弄好 有的人想的是如何 把这个挂钩固定一下 有的人想的是如何寻找一个更好的窗口 研究潮流潮水 有的人想的是如何把这个船机的这个等价 吨位再提高一点 而尹建峰知道 不能再等了 攻期紧迫 必须要在现有条件下 想一个万全之策 既然是这个位置挂不上 那我们找个有遮蔽的 有遮蔽的地方 就是船摆动的幅度会很小 去挂钩 那就面临什么问题呢 挂好钩 我要运输到现场 就产生了一个 常见于负重托航这个问题 所以后面请专家进行论证 这个方案的可信性 有五六海里的距离 怎么解决这个负重托航这个距离的安全 一个是结构安全 一个是航行的安全 尹建峰的方案是 先找一处风平浪静的海面 将风机吊起来 然后起重船吊着风机 在海上航行至施工地点进行安装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方案 长距离负重托航带来的后果 谁也无法预料 负重托航的方案一出 便引起极大争议 当初大家都萌生 打退堂过这种想法 问后面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说我给你们缝隙缝隙 后退是不可能的 只能往前走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 施工人员在避风港里 顺利挂成吊钩 等待起锚 为负重托航做最后的准备 只要这个森托航的第一个动作 做完了的话 这个风机可以说呢 也可以说成功了一半 因为它这个风机起调 这个负重这个姿态 实际上跟我们在机位点的 这个姿态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说 你需要保持这种姿态 在海上航行一段距离 但那个时候我想到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海上的这个涌浪 由于说这个涌浪 对船机的这个影响 会不会叠加一种外力 对我们这个风机 对我们船机的这个索据 又带来一种考验 晚上十二点 其中船开动马达 风机从运输坡上被稳稳掉弃 其中船离开避风港 在夜色中缓缓前行 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大家再舒了一口气 经过五个小时航行 进入作业区海域 然而此时海上涌浪又起 风机在其中船的双臂之间 来回摆动 甚至有油漆被刮掉 这样继续下去 风机很有可能被撞坏 尹建峰刚刚放下了心 再一次悬了起来 大家认为这个不能吊座 又产生了一个准备打退堂鼓一个 但是这次退堂鼓呢 是不能往后推的 因为毕竟风机吊起来了 你到现场说再不能安装 我退回去 你一个我这个整个风机 推到运输坡上是退不会去的 所有的那个束缚线已经拿掉了 你再退回去这个整个反过程的一个作业 谁也保证不了一个安全 第二个 我这个如果是把这个方案推翻了 那我们整个一个原来的设想 原来的方案是失败的 还有一个 我们业主为了这个整体调状 投入了一个码头 整个造价有七千多万 那这个码头也是相当于 当初决策是失误的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也是非常的着急 如果这种方案再无法实施 那就意味着 风电厂区没有合适的调状方案 那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很可能就 game over 如果否掉整体调状方案 就意味着整个项目的失败 国电 舟山 海上 风电项目 前面所有的努力都将复之东流 已经把这个推入自己给断掉了 只能勇往直前了 再说我们这个调状又不是一次两次 经过再一次地重新估算 风机的晃动幅度 尹建峰认为 风机安全的把握性还是比较大的 同时通过精确选择施工时间窗口 也可以有效减少晃动 开始安装 全国电 持续位置 宿文字幕 李宗盛 写人 室文字幕 李宗盛 写人 杨茜茜茜 写人 杨茜茜茜 11月1日 伴随着海上 第一缕阳光的出现 国电舟山普陀六号 海上风电厂 第一台风机 吊装成功 再接一下 想你 总算悬着的心 也放下来了 对我们这个 整体吊装工艺 以及附众托航 这个工艺 信心更足了 首台成功了 就可以看到 往后 我们还剩下了62台 那我们和 就像那一个 父子一样 按摩就慢地 就把这个项目 做下去 大家心里面 都有底 随着施工的逐步进行 附众托航的 吊装技术 愈发成熟 他们甚至创下了 单船单月 吊装风机 八台的世界记录 各方总师 齐心协力 与施工人员一起 历时25个月 国电舟山海上风电厂 全面竣工 2019年4月12日 所有风机 并网发电 2019年8月10日 超强台风 立起码 以52米每秒 风速席卷而来 舟山风电厂的 63台风机 是否还安然无恙 看来我们的陈台 和他总没有什么问题 台风过境的第二天 周深风电厂的工作人员 便迫不及待出海 他们要检查台风 对风机带来的损伤 外部结构 电气激素 一切正常 舟山风电厂 成功地抵御住了 超强台风的袭击 截至2020年11月30日 国电舟山普陀6号 海上风电厂二驱工程 累计发电 14.1亿千瓦时 工程获得 2020至2021年度 国家优质工程 金奖 而他们的建设者 却从未停下 对碧海蓝天探索的脚步 2008年 王洪宇作为总设计师 接到一个任务 重新修建一条 从北京到张家口的 高速铁路 此时 这条线路 还在沿用 服役超过100年的 金章铁路 我们高速铁路 是以大宗八号 为主骨架的 那么在这主骨架里面 其中有一横呢 就是从北京 到富河浩特 一直到我们的兰州方向 我们所谓的金兰通道 金章高铁呢 也是金兰通道的一段 那么一直以来 都有所规划 刚开始进 接到这个任务呢 是在08年的 大概是年底的时候吧 当时呢 也和我参加 其他的以前的项目 是差不多 因为任务都是一样 当年只有27岁的王洪宇 就已经是 四条铁路的选线设计师 起初 一百多千米的金章高铁 对她来说 并不算一项艰巨的任务 设计这个半山腰 一直往那边走 就对着一个方向 这你刚才说 走的那个奥子 你也可以在原路反挥 没问题 没问题 好嘞 注意安全 好嘞 走慢点 好嘞 不同的地理位置 外部环境 对于铁路设计 这么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来说呢 具体的有所差异 但是大致的 我们整个设计的流程和过程 都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没有说像参与经常 就感觉上 比参与其他项目 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在长城底下 不是长城底下 离长城还有一点距离 还有一点远 好几百米呢 然而随着项目的推进 建设金章高铁这个事情 似乎变得不太一样 或者说太不一样 事实上 它也许将成为 王鸿宇总师生涯中 最负挑战和最漫长的一战 北京 参与其他项目的参与 首先感受到的是骄傲和自豪 也是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 特别是我参与的金城高铁 和我们冬奥会结合得更加紧密 所以也同时感受到了一份重担和责任 冬奥会会使 最终确定在北京和张家口两个城市 冬奥会的申办成功 给金城高铁一个 向全世界展示中国高铁的最好机会 但同时也给这条设计中的高铁 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为了最大限度地缩短冬奥会 两个举办城市的往返时间 此段高铁的通勤时间 被设计为不超过50分钟 对王宏宇来说 这条线路不仅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 长久出行需求 也要满足冬奥的临时需要 奥运会的口号就是 更快更高更强 作为中国高铁的发展 应该说也是有这样的目标 那么我们的速度也更快 更加安全 更加舒适 温馨 这也是我们中国高铁 发展的一个目标和方向 冬奥会的到来 给金城高铁带来了更高的要求 王宏宇的设计工作变得不那么轻松 首先在金张高铁的始发站 王宏宇就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 金张高铁的线路与老金张铁路趋同 始发站同是北京北站 这所有着110多年历史的老站 在2008年曾经经历过一次扩建 然而这里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二环路 地铁二号线 四号线 十三号线在此汇聚 不管是冬奥期间的临时大客流 还是未来金兰高铁开通后 带来的长期大客流 北京北站的现状 都远远无法满足要求 这就像一个死穴 武功再高的高手 也点不开的那种 高铁迷入城区呢 它是给我们的旅客和老百姓 提供一种更加便捷 快捷的运输方式 绝不是给它继续增加负担 王宏宇的烦恼远不止这一点 离北京北站3000米的四道口 是这条高铁的必经之路 修建金张铁路时 这里还是人烟稀少的郊区 而随着百年首都的发展建设 这里早已是车流穿梭的闹市 曾经的铁轨不仅将城市一分为二 而且还造成了交通的极大不便 京张高铁经过这里时 铁轨不可能再铺在地上了 设计师们戏称的两个方案 上天和入地 其实指的就是高架桥和地下隧道 在城区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设立高架桥 高架桥的方案其实没有解决城市割裂问题 而且还带来另一个问题 噪音 四道口铁轨沿线 聚集着周边高校和住宅区 居住人员密集 高速铁路的经过 必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 不仅仅是高铁了 就哪怕我们一条公路也是一样的 适用道路也是一个道理 它往往在进入城区的时候 它是毛问题 它一定会更加方便 但是带来的问题 特别像一些环境影响 它也是更加突出的 所以我们要在方便和环境影响之间 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事实上京张高铁的建设 一直遵循以人为本的精神 这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真的要落在实处 落在细节 如果说实现这个终极目标 需要每一位宗师的呕心力血 一点也不为公 所以它要变一段道理 这样的话对学院南路两边的事情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如果可以做得更好的话 那我们还是要做个宣布 可能建修的时候 那个吧 郑重新说 我觉得地上很差 你要考虑到 0.3 因为总能判断的还是地下 要比地上的难度大 对整个周边地区市民的 无论是交通还是日常生活条件 会将得到一个长久的改善 不出所料 王鸿宇摒弃了高架桥的想法 改为地下隧道 隧道方案的优点是消隐噪音 将城市地面空间完全释放 极大的维护了老百姓的利益 但是这个选择的背后 王鸿宇和他的团队 要面对的困难 却呈几何倍数增长 给我们增加的压力不很大 有我们的地底线 我们的市政的管线很多 地面的市政交通的道路 主干道也很多 那么带来的问题呢 也是说一个是工程度的 这边很大 这个是在那个上面 然后这地方有个宽座 然后底下有12号线 对 他这个是大大的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 咱们穿是这么穿的 这平面的话 它这么穿 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了毛线 就这样加了毛线 反正其实学会没从房间底 从房间前面穿 四道口地下的这条 6020米长的隧道 被命名为清华原隧道 可以说 它遭遇了世界上 最为复杂的城市管线问题 它和北京地铁10号线 15号线 12号线相交而过 并行13号线 还要下穿7处重要城市道路 近90条重要市政管线 如何规避这些重要管线 和城市轨道 是清华原隧道 遇到的最突出难题 负责整条金章高铁 最后工程的总设计师 是吕刚 因为它繁华嘛 它道路就沉网 然后呢 那个道路下面的管线也特别多 所以我们穿越的这些 需要保护的东西特别多 这就像是在钢丝上跳舞 因为现场施工 都是按照图纸来的 图纸一旦有差池 那就是万劫不复 你看也有这种 燃气管线 一米的 还有我们的物质管线 也有一米的 像这些呗 是 我算完三公分 我说我们这个能承受 三公分的 三公分的变形 邵总说我 说太冒进了 反正我搞了三公分 太冒进了 但实际上 我后来估了一下 就不给它三公分 你就干不过去 所以后来还是 还是做了三公分 现在你看 里面有什么 基本没有什么 问题 原来它规划的是钻钩 但后来它其实它就 它干不了 是因为它那个 它那个钻钩过不来 最早的时候 它认为它闲 后来结果它不行了 后来又把它调了一下 把它调高了一点 就是让了它一下 因为要同时满足 双向高速列车运行 所以清华原隧道的直径 相当于常见地铁隧道 直径的四倍 复杂的地下管线问题 不仅为王洪宇和铝钢的 设计工作 提出高难度挑战 同时也为施工 带来一定困难 京章高铁的总师们 决定定制一款 大型钻钩机 为了纪念老京章铁路的 总设计师 詹天佑先生 这款泥水平衡钻钩机 被命名为天佑号 天佑号钻钩机 直径有12.64米 钻钩机全长127米 其中筑机长14.5米 整机重量3000多吨 最大工作压力8个大气压力 相当于水下80米的压力 钻钩机装机容量8200千伏鞍 配备重型刀具226把 天佑号钻钩机 经验收分解后 从广州东方码头装船 运输至天津太重重建码头 再通过重载卡车 运输至北京海链区 清华原隧道 顿购始发厂区 在始发厂区 由450吨和260吨 两台铝带钓 进行钻购机各组件的 组装吊装工作 翻山越海而来的天佑号 终于开始了他的工作 然而新的问题来了 控制这个东西呢 你就需要一个软件 让它和什么呢 和前面的这个地表成将 和建筑物的成将 让它挂上钩 为什么挂上钩呢 因为我掌子面的这个压力大 就是举个例子 假如说你做了一块蛋糕 你在这个蛋糕侧面 你拼命地去推 是不是这个蛋糕顶上 就鼓起来了 是吧 但如果说你把这个手一拿开 是不是这个蛋糕 呼就下去了 那说明什么 就是说你特别没有压力的时候 这个它是要沉降的 然后你硬顶 它的前面就能容起来 为了精密监测地表沉降 和上浮情况 天佑号上安装有 安全建造可视化云平台 相当于为顿购机 装上了眼睛 人们可以时刻掌握隧道 和周边构筑物的变形情况 确保毫厘之间的施工精度 之前要做详细的模拟 做详细的模拟 所以要经过计算 不光要模拟我们自己的 穿越的这个状况 还要模拟周边的建构筑物 它的影响 我们对它的影响 它到底会沉降多少 会隆起多少 我的这个顿购盗盘 就涨着面这个泥水压力 我要提高到多少的时候 我这个地面沉降就会控制在两毫米 然后我超过多少的时候 这个地面它就会隆起了 那个陈铁13号线 就会影响它的行车了 最后做了一个详细的设计 每一段都有不同的设计 所以说整个这个触图量就很大 我们还做了大量的监测的影响 我原来预测 这个地方沉降是多少 然后我推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实际沉降多少 误差是多少 然后我就实时地来调整我这个顿购机的参数 让前面的这个沉降更符合我的预测 经过大量的数据计算和无数次模拟推演 天佑号完成一项又一项非凡的挑战 最终全长6.2千米的清华原隧道 穿越了城市86处各类地下管线 工程施工在短时间内一次完成 如同一台精准的脑外科手术 让人叹为观止 穿越10号线时的沉降 控制在两毫米以内 在隧道底部距离15号线地铁顶部 只有0.8米的前提下 将15号线的上幅尺寸 控制到不超过一毫米 吕刚和他的团队 完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工程 清华原隧道是全国第一个全玉制拼装的顿钩隧道 所谓玉制拼装就是将传统工法中 在现场交注配件的工作转移到郊区的工厂 在工厂里完成标准化配件生产后 运送到施工现场进行拼装 这样的做法不仅改善了工人的施工环境 而且大大降低了对周边的城市空气环境影响和噪音环境影响 我们做了玉制以后 这个工人像工厂的工人一样来做这个玉制装备 装备是对我们用机器人来拼 所以专门做了一个拼装机器人拼 他就负责你们这个螺栓 所以整个环境会大大的提升 第二个什么呢 就是工作效率大大的提升了 在清华原隧道的设计施工过程中 王洪宇也意识到一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在沿线找到一个新的站制 用以分散北京北站的客流压力呢 是不是在我京畅高铁的沿线上 在城区范围 我们还能有这么一个地方 能够分担分解我们始发站的压力 不继续给我们本就已经称之为奇迹的西志们 带来第二次奇迹 王洪宇将目光投向距离清华原隧道 八千米的清河站 这里曾是京章铁路的一个小站房 百年前的清河站 只是一个三百平方米的小站 站房西侧 近与清新高速和十三号城市铁路 东侧就是居民区 包括老站房在内 只有不到二百米的宽度 在如此狭窄的空间 建设一个作为始发站的大型综合站房 对于清河站总设计师冯小学来说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清河站目前这个位置 因为旁边就是十三号线 然后还有清新高速 这两条线路都是一个弧形的 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而东侧的这个城市规划道路 是一条直直的相对规则的 就形成了有这么一个带弧度的 这么一个用力空间 所以我们在这个站房位置选择的时候 首先肯定选择了这个弧形空间地带的 最宽敞的地方 但即使是这样 最宽敞的这个空间也不足两百米 其实老站房的位置呢 正好就位于整个建设场地的正中央 所以针对老站房 就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专家论证 把这个房子原封不动地整体平移 老站房整体平移后 仅有的空间腾出来 但仍然非常局促 冯小学提出 将京新高速旁边的13号线城市铁路拆掉 与京章高铁实现并场设计 这样还能释放出一部分空间 然而这条线路作为沿线群众通勤的重要通道 每天人流密集 如果停运将造成非常大的出行影响 13号线不能停运 所以工人们要先建设新的13号线 再进行并线施工 为了将影响降到最低 施工期选在春节假期7天 2018年的春节就利用大家放假 过年7天期间 然后将这个13号线进行了一个拨线 春节后当人们做上新的13号线时 工人们又拆掉老的13号线 并完成绽房的二期工厂 就等大家过完春节回来 在正常上班的时候 没有感受到 这个13号线线路在清河站 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就从原来的高架 其实已经变成了在地面上跑 对于老百姓日常出行 就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不知不觉就完成了这个变化 新的13号线城市铁路 下移至国铁 也就是高铁旁边 这里实现了全国首例 国铁与成铁并差 从设计上实现了双轨无缝衔接 极大便利的群众的出行 在清河站房设计上 站房总设计师冯小学 也是颇费苦心 听到了吗 车流的声音 这就是惊鲜高速 在之前呢 惊鲜高速的下空间 是无法走人的 设计的时候呢 经过下沉处理 变成一个集散广场 可以经过这个空间 去乘坐高铁 也可以通过这个空间 去乘坐地铁 也可以到达城市的对面 原惊鲜高速下源的废弃空间 被利用起来 作为近战广场 同时 行人也可以从这里 穿行到东侧市政道路 无形中将原来割裂的城市 两侧织补起来 绽放西侧屋檐 调高设计 令绽放内视野开阔 光线充足 A型柱设计不仅令旅客 集散的下部空间放大 同时也在上部空间 与高速车行道保持安全距离 同时起到结构稳定作用 西侧不意外墙的外面设计了 智能制氧本页 就感觉太阳高都讲得不同 设计了不同的电机 一个是解决了西侧的遮氧问题 气扇问题 另外呢 就是给高架护车厅 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实现 现在的清河站 地下二层为昌平县南沿 19号线支县站厅层 地下一层为换乘空间 售票厅 城市通廊及配套用房 首层为国铁进站厅 站台层 以及城铁13号线清河站 二层为高架候车大厅 及洛克平台 建筑面积13.47万平方米 战场规模四台八线 清河站是京章高速铁路 沿途各站中 最大的一座枢纽站 与清河站不同 八达岭长城站的 大部分空间在地下 现在八达岭长城站 也成为景区的一个热门景点 看点之一 就是它的深度 从高铁轨道 到地面的高度是62米 这条亚洲最长的扶梯长度 达到84米 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 我们做了这个一梯提升 84米长的这个大扶梯 虽然造价增加了很多 但是减少了这个 大大减少了这个 在海扶梯的这个安全事故 发生的概率 而且给这个人民群众 做扶梯的这个便捷度提升很多 我们调研了国内的电梯事故 90%的恶性事故 都是发生在电梯上下扶梯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高铁 要陷在这么深的地方呢 这还要从110多年前说起 1905年之前 我国上没有一条 国人独立主持设计 建造运营的铁路 外国工程师放言 中国能修京章铁路的工程师 还没出生呢 就在这一年 詹天佑作为总设计师 设计建造了中国人 自主建造的第一条铁路 京章铁路 从美国耶路大学留学归来的詹天佑 将南美伐木所用的人字形铁路 首次运用在干线铁路上 通过延长距离 顺利通过了百年京章铁路 关钩段千分之三十三的大坡度 从而将原本需要开挖 一千八百多米的八达岭隧道 缩短为一千零九十一米 就算这样 它仍然是当时世界排名前十的长隧道 詹天佑还开创了 大长隧道新的施工工法 竖井法 这种方法可以在地下 同时展开多个工作面 大大提高施工效率 并且部分竖井建成后被用作通风廊道 解决了当时蒸汽机车通过隧道时的排气问题 这种创新被称为长隧短打 至今仍然是中国铁路建设的王牌功法 我国地大物博 而于一路之宫 必须借重外人 引以为耻 京章铁路一九零九年建成后 轰动中外 极大的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詹天佑先生被视作中国铁路建设的祖师爷 詹天佑在我们心目当中是几个角色 第一个是祖师爷 我们很多的技术都从他那传承下来的 第二个呢 是我们铁路人的一个精神图腾 因为詹天佑先生 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自强 创新 担当这些精神 时时刻刻鼓务我们铁路人 要把他以前的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要完成更多的任务 时时他和他夫人一起 那个 学长在这 应该写詹天佑先生夫妇之名 精章高铁与精章铁路是同一个终点 同一条路径 但并非完全重合 面对350千米时速的高标准 高铁的选线原则就是越直越好 在原精章铁路最著名的人字型铁轨处 王洪宇和吕刚就采用了地下隧道直接穿过的方案 隧道要挖多深呢 隧道总设计师吕刚旋点进行了钻探 在人字型铁轨处钻探的结果 却让吕刚大吃一惊 其实开始我们是很期望 它是一个平的 延时的底 那样我们隧道穿过去的时候 就会安全性会提高很多 但是那个地质转探完了以后 他们给我们填了一个中断面 填了中断面就是 确实是一个V字型的 这个冲锅底下原来是一个深切的冲锅 詹天佑先生修的时候 他把它填上了 他们在这要勘察的时候 发现那个底下基本都需要土和石的压石层 当时发现的时候很慌 当时看到这个以后 我们其实心里是就有了一个疙瘩 与原生岩石相比 有土和碎石构成的回填层 对隧道修建来说 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极引发沉降事故 老金章铁路 包括我们有代表性的人字线这一段 也包括了我们的老的青龙销车站 实际上都是我们国家纪文物 在13年列入了我们国家纪文物保护名录的 所以在我们整个选线和车站设置的设计过程当中 如何来保护它 这也是我们一个首要前提 在保护好这个文物的前提之下 不能影响他们的安全 不能因为我金章高铁的建设 导致了我们老金章铁路或青龙桥车站的破坏 这是不允许的 当时我和我们那个岳总就我们这条线隧道的这个专策 开玩笑我说哎呀我说这个位置千万不能出问题 如果这个位置塌了 这个晚上这个詹丽佑先生会找咱俩谈谈嘛 出于对国家文物保护的需要 穿过人字形铁轨的隧道 最终被设计在距地表四米深的地下 这个点的高度确定了 那么高铁还有一个最大高差千分之三十三的要求 超过这个高差 时速350千米的高铁将无法保证安全运行 由此计算出 巴达岭长城站如果设立在地下 那么将距地面垂直距离超过100米 如此深的大规模地下高铁站 在世界上也没有显力 这时有人提出 在巴达岭隧道尽头处设立地面站 修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要看 就是当年它换完线以后 我们自己要自己再来看 因为我们隧道要选那个辅助坑道 就选斜井啊 因为隧道长了就得中间打斜井来修这个 就是加快工期嘛修这个 所以我们自己要把它隧道两侧 很宽的范围内的那个山沟啊 都去看一遍 所以这个地方跑到我周边 周边的建构路怎么保护 我们都要看它 它跟我们隧道是怎么样一个 怎么样一个平面关系 怎么样一个立面关系都要看 追求一个更好用的站 人民更满意的站 还是我追求一个更好做的站 我们自己做起来更方便的站 如果我们在这一片建设我们的地下站的话 整个车站的建设难度 还有造价会降低很多 但是呢 从这儿到我们的长城的登城口 要六公里多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还要大量的接拨车 然后接拨车到了地方以后 我们的游客还得步行很长距离 才能到我们的长城登城口 很不方便 那么所以我们当时想了 考虑了很久 仍然选择了我们现在 在那个滚天河下面建设 我们现在的八百亿长城地下站的 这个方案 高铁的建立 本来就是为了方便群众出行 京章高铁一向都以人为本 对王洪宇来说 给人们带来麻烦的高铁站 建了不如不见 难道真的要挑战这个世界级难度 建一座埋身百米的地下高铁站吗 因为说了我们这个车站 是前无古人的工程 大家以前都没有遇到过 那么对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都还是一个问号 为了方便群众出行 王洪宇大胆地提出 将地下站建在滚天河景区内 也就是长城脚下 旅客出了高铁站 步行两分钟 就能到达景区入口 起初这个方案 遭到专家的一致否定 当时很多文物专家提出来 说你这个穿越这个长城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保证长城的安全 第二个就是景区 包括文物的这些专家说 你在这个滚天河下面 建设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地下站 是不是能够保证 这个施工和运营期间的安全 首先第一个 施工期间你会不会变形很大 塌方了呀 那整个我这个滚天河 如果说塌了一个大坑 那这个不光是国内的影响 那个国际影响都很大 因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全世界就有一个八达岭 八达岭地区的岩石 叫花岗杂岩 它本体强度其实是比较高的 但是受剧烈而频繁的 阉山运动影响 岩体结构出现了很多 极其不稳定的断层 像千层柄一样 一段好的 然后就会夹在一段差的 一段好的 又夹在一段差的 而且这个好的 这个距离非常短 大概也就在50到100米之间 就是我们打的这个隧道 没打50多米 就不到100米 就会遇到一个断层 或者遇到一个盐脉 或者遇到一个结理密集的密集袋 所以说挖的时候呢 就是老是遇到这个 岔的这个岩层 就会造成我们的工法上 频繁的变化 然后呢 挖到岔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型机械也都用不了 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这个问题 由于八达岭地区 岩石硬度高而破碎 用顿垢机挖掘容易卡顿 效率低 造价高 而且对环境破坏大 诸多因素导致新八达岭隧道 没有使用顿垢机的条件 隧道施工只剩下一种方法 矿山法 也就是爆破施工 在这样的掩体上 进行爆破施工 急易引发地表沉降 再加上爆破带来的震动 都可能引起长城坍塌 这也是人们最担心的 没有可接近的经验 这是我们碰到最大的难题 那么既然是前所未有的工程 我不能说是后来者 起码是前无古人的 那么在战略条件下 我们既要保证它的安全 不仅是建设器 还要保证我们长久的运营安全 车站又在八达岭这个特殊的地方 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环境 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文物等等 都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有专家提出来说 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你建设了一个这么深的地下站 那么一旦列车着火了 你这些人能不能够快速地 救援和疏散到地面上来 会不会造成大规模的伤亡 环保 埋身 震动 这三大问题 令八达岭长城站的论证 再次陷入僵局 环保也是距离八达岭长城站 20千米的关亭水库特大桥 首要解决的问题 关亭水库特大桥 首次在350千米时速 无闸轨道线路中 采用多孔大跨度 简直刚横梁的桥梁结构形式 京章高铁共有83座桥梁 总设计师是李辉 我来设计的这个 关亭水库特大桥 它是要穿越我们 北京市的这个 一级水源保护区 关亭水库的库区 那么它这个桥呢 全长是9.077公里 那么主桥呢 是采用这个八孔 110米的简直曲弦钢行梁 八个曲弦的钢行梁 像个彩虹一样 就坐落在这个 关亭水库上面 关亭水库 它是按照一级水源的 要求来进行保护的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按照一级水源的 保护区的这个要求 来进行整个的一个 设计呀 施工啊 还有一些排水的要求 首先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 我们为了减少 就是对水体的影响吧 不在水中设临时墩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 顶推施工的方法 就是我们在 关亭水库的西岸 像拼机木设的 就一孔一孔的梁 把它用临时结构 连成一条长笼 然后从关亭湖的西岸 向东岸顶推就位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保证 在水里没有一个零时墩 常规铁路桥梁 钢结构涂装体系 在生命周期中 需涂装五到六次 在这里实现了 仅需两次涂装 大幅降低钢梁涂装 对水库水体造成的影响 在桥面设计中 桥梁设计师李辉 还采用雨水集中收集装置 将雨水排放至水源保护区 以外的沉淀蒸发池内 避免桥面污水流入水库 污染水体 对水源地的保护 空气的净化 污水的处理等等 环保的概念 在京章高铁的设计施工中 无处不在 巴达岭长城站的环保问题 也慢慢得到了解决 在巴达岭长城区域 隧道采用了三岁两路头的方式 分别设计了南口 居庸关和新巴达岭三个隧道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环境 在施工隧道中设置的空气净化装置 将施工期间的空气净化后 在排放的地面上 还在施工区域建立了一座中型污水处理站 把这个水处理以后 可以达到一级排放标准 一级排放标准就是什么 就是我把它直接烧了 你就可以喝 不会对你身体产生大的不利影响 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 每一滴清水都还给自然 每一滴污水都送去处理 环保问题解决了 最棘手的是埋身问题 在人字形铁轨下的回填层中 雨缸做了进一步加固处理 我甚至在这个最中心的这个位置 那个里边那个隧道的拱顶已经到了这个人工压石层 到了这层里边了 那相当于你在这个用在石头上面放了一块蛋糕 你把这个石头凿碎的时候上面这个蛋糕还不能碎 这个东西很难 这么一个尖板我是在这么过去的 就是这个尖的上面一点点这么过去的 然后但是你看在这边我就都在岩石里边 这边也都在岩石 但是如果我提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说我大段都在这个土里了 而岩石段就很少了 是这样的 那尖那就是我通过管棚去加固 然后我地表还做了猪浆 就把它这个尖这样一点点这个 我去猪浆把它做完了 就把土你用粘合剂把它粘起来 粘成像岩石一样 为了解决最令人担心的震动问题 王鸿宇和吕刚将目光投向一种黑科技爆破手段 精准微损伤爆破 那么我们在长城上也经过了测试 现在我们在长城上测完的这个爆破的震动速度是 最大的一个是1.7几毫米 就不到两毫米 两毫米大概是一个什么震数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么 轻轻的这么多 然后呢大概你在桌上拍你也能测一下 就是你这么手离桌子这个高度大概有不到10公分吧 你这么拍桌子 不能用大力啊 轻轻地拍 然后在这个在离我们这个手大概1米左右的位置你去测 大概这个震数就是2毫米左右 目前我们达到的精度会达到什么样的就是可以达到就类似于雕刻的那么一个精度 就是整个这个断面炸完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像一个机械切割过的断面 上面所有的泡盐都是半个孔 就这个这个圆管一样的这个一半炸掉了一半还留在里边这么一个精度 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地下那个掩体的保护是非常好 为了旅客的安全 旅刚决定将施工期间的斜井及施工廊道保留下来 作为在重大灾害发生时的救援逃生通道 环保 埋身 震动问题一一获得解决 建造一座埋身超百米的大型地下高铁站 对世界上任何一位设计师来说都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程 巴达岭长城站内必须有一个轨道交汇的咽喉区 这里要有龙下双向共四条铁轨并行的空间 它将是整个地下站断面面积最大的一个洞穴 施工难度也最大 不晓得是这个咽喉所在的位置 恰好是岩石条件最薄弱的断层上 断层一场代就是这个岩石被揉搓过以后 变成一块一块的碎石 我们通过运力毛锁 然后包括这个表面的这个喷火泥土加了一个钢架 然后呢相当于在内部形成了一个网 然后用毛锁和毛杆把这个网挂到这个岩体里边 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石笼 就把这个石头啊装到这个钢丝这个笼子里边 然后让这个石头受到了这个钢丝的约束以后 自己形成了一个承载的这么一个工 精准微损伤爆破技术 配合毛锁毛杆的强力固定 在铝钢的设计下 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构建着这座巨大的地下宫殿 挖掉一块 直户一块 挖掉一块 直户一块 那么整体最后挖掉出来的东西呢 它就是完整 稳定的 让我们来看看新巴达岭长城站有多大 直径32.7米 开挖断面达到500平方米 地下宫殿最大的洞穴顺利完工 巴达岭长城站总长470米 隧道面积49500平方米 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 它有大大小小78个洞室 连断面形式都高达88种 洞室交叉 节点密集 如同一个巨大的迷宫 是目前实际上规模最大 埋身最深 洞群结构最复杂的 暗挖地下高铁站 为了让群众的出行 能够更方便安全 京章高铁的总师们真的做到了 他们创造了传奇 巴达岭长城站所在的新巴达岭隧道 在人字形铁轨所在的青龙桥站 东侧地下4米的位置呼啸而过 在这里新老京章铁轨在立体空间上 构成了一个大字 当年张天佑先生建完这个人字形铁路以后 中国人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我们中国人立起来是一个人子 然后我们现在高铁 京章高铁建完以后 那么整个这个铁路的技术 真正的可以说达到了世界领先的程度 所以我们强大起来 所以这么形成了这么一个好的意义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 智能是京章高铁的最大亮点 李鸿霞 京章高铁的智能总设计师 基于北斗卫星和GIS地理信息系统 李鸿霞在京章高铁部署了一张定位大网 能够利用铁路的高精度地图 为建设 运营 调度 维护 应急全流程 提供智能化服务 线路实时体检系统 可以将全线每一个桥梁 车站 每一处钢轨通过传感器连接至电脑 零件是否老化 路基是否沉降 照明是否损坏都能一路了然 列车的自动驾驶系统 基本能达到和地铁一样 不同的是速度 这是世界首次在350千米的时速下 模拟一个最好的司机 用算法开出一列安全 节能 高效的列车 它这个自动驾驶主要分五大功能 我们高铁列车从车站自动地发车 站间地自动运行 到车站高铁列车会自动停车 车门自动地开门 我们京章高铁有三个重点的车站设置了站台门 车门和站台门的安全的一个联动控制 主要实现这五大功能 京章高铁全线实现了WiFi覆盖 通过电子客票 刷脸进站等可简化乘车流程 站内导航与站外导航融合 乘客从家出发输入车次即可导航至检票口或后车厅 京章高铁起点位于北京北站 出站1197米后 从地上钻入地下 通过清华原隧道 经过清河站 昌平站 穿越居庸关长城 水关长城 八达岭长城 跨越重要的地表水源地 关厅水库 最终抵达2022年冬奥会场馆所在地张家口和太子城 我们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 特别是我们京章高铁和老的京章铁路 是同一个起点 同一个终点 老一辈铁路人的精神 也是在指导着我们 或者说在跟我们打气 像京章铁路 我们完成京章铁路后 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 那么就实现了我们国家 复兴历程中完成了一个任务 完成了一个使命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完成千千万万这样的使命 那我们的复兴的这个目标就一定能够达成 所以在这里边 京章干完了以后 我们感觉到很欣慰 懂得了很多使命和目标的这么一些道路 一百多年以前的京章铁路 是第一条中国人自主设计修建的铁路 一百多年以后的京章高铁 又是中国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全世界第一条智能铁路 回顾十多年来 呕心沥血的付出 京章高铁的各位总师们 一定对自己的坚持感到自豪 百年京章 承载着中国人的强国情怀 重构京章正在树极铁路强国的 又一封碑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它的第一个航站楼 于1958年正式投运 占地一万平方米 年旅客量为五万人次 35年后 1993年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年旅客量突破一千万人次 又过了25年 2018年 年旅客量突破一亿人次 但首都机场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 却长期处于饱和运行状态 2018年和2019年 旅客吞吐量连续超过一亿人次 每天约有400架次航班申请 无法安排 相当于每年 有200多万人次出行需求 难以得到满足 北京急需建设第二机场 消解快速增长的旅客吞吐量 并为经经济协同发展的大布局 注入新的火力 清晨六点半 郭艳池早早从家出发 前往他的工作地 北京机场建设指挥部 之前上班都是在北京的 相当于是在城北 由于经济厂的工作 相当于是一个大吊脚 现在上班如果是走四环 大概是八十多公里 但是四环主车 所以通常都是走六环 大概在一百多公里左右 在上大学的时候 课本里有一个案例 就是当时的杜洛斯机场 其实杜洛斯机场 这个航站楼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我觉得这个机场的建筑设计 从它的力学的美到整体建筑的美 呈现一种很完整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在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就想尝试地去做这方面的设计工作 也想有自己的航站楼的作品 怎么样啊 有个修端中口那个设计不足够 还是底下 底下这 将就是发展独死 独死然后之后就就就去笑个老师 已经有正式的做法了 在现在那不是那个份 都拿那个盟组打的吗 将来加做一个豪尾草 这点就是那个 它那个甚至该把黄嫂子 还是主要的就是 也许是青年时代的梦想 让郭艳池走上了 航站楼设计的职业生涯 但是在大兴机场的筹建过程中 郭艳池却从设计师的身份 转变为代表业主的总工程师 他要考虑的问题 从如何设计一座 符合甲方要求的机场 变成这座城市 需要一座什么样的机场 全新的年吞吐量要到一亿以上 这样的一个工作 在之前就是第一次 在中国是没有碰到过的 而且一次性建设的实际工程 是超过了7200万的旅客量 这在国内也是第一次 大兴机场一期航站楼 设计年吞吐量7200万人次 超过了法国的人口总数 一座什么样的航站楼 才能顺利消化这么多旅客呢 2011年 新机场指挥部经过资格预审 层层筛选 确定了7家国内外著名的 具备机场航站区 规划设计经验的团队 进行建筑方案设计投标 经过漫长的讨论与抉择 各家对如何消解年吞吐量 7200万人次的构型方案设计 成为了关键的决定性要素 参与投标的七个方案 从构型设计上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构型为集中式航站楼 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个单体建筑中 第二种构型为集中式双单元 虽然整体上呈现出一个集中式航站楼的造型 但是内部功能被分解为两个区域 第三种构型为单元式航站楼 内部功能被完全分散到各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内 这也是首都机场T3航站楼采取的构型模式 经过对不同方案的认真比对研究 新机场指挥部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一个集中的航站楼是能够完成 七千二百万人次年旅客吞吐量的唯一选择 我喜欢做这个比方 就是说以前买菜都提一个篮子 那么你可以这个篮子里装大的东西 装小的东西都可以去装 它的包容性就更强 如果同样的东西 你拿六个碗去 你装大的可能它装不下 你装太小了呢 它又用不了 就有可能存在这种问题 所以最终选择了集中式航站楼 我们认为它的资源的利用率应该是最高 经过三年时间的仔细比对研究 集中式航站楼方案的代表 法国巴黎机场工程公司的构型方案 被确定下来 这种六项对称的这种构型呢 它的完整性比较强 再一点呢 就是它的这种放射性纸廊 因为纸廊比较多 它的这种展现比较多 这样就使得这个 可以停放更多的这个飞机 来满足七千两百万 这种旅客使用的进机位的需求 在这个构型的基础上 机场指挥部还联合了 对建筑区限有独到理解和运用的 扎哈哈迪德团队 对新机场的造型设计 贡献了自己的创意 在众人的合力设计之下 新机场的雏形应运而生 新机场最终方案是一座集中式航站楼 它的形态由七个直径为1.2千米的圆形互相切割而成 航站楼有六条互乘60度夹角的放射性纸廊 这种形态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停靠更多的飞机 排下更多的登机廊桥 而旅客从航站楼中心点 无论走到哪条后机廊的最远登机口 都只有600米距离 步行只需要8分钟 旅客通行效率与停机数量的提高 是实现年旅客吞吐量7200万人次 关键的第一步 建筑造型上 航站楼通过抛面呈C型的开放式柱体机型支撑 灵动曲线勾勒的屋顶 搭配紫禁城琉璃瓦 在阳光下折射出的迷人色彩 共同编织出新国门雏形 大家都认为 好像是我们要的那个东西 今天这个会呢 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进一步的研讨 把这个问题呢 想在实施之前 这是我们这次会的一个 根本的一个目的吧 网站的基本材料都已经到场了 不知道那个汽车调 就在大兴国际机场概念设计方案确定 郭彦池紧锣密鼓准备进行 下一阶段初步方案设计的时候 由于资金预算的限制 外方团队撤出了 概念方案的落地 新机场的建设将全部交由 国内团队独立完成 这对国内的建筑设计团队来说 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在完全的概念方案形成以后 在14年底呢 就是国外团队和国内团队呢 也有一个大概有两星期的一个交流 国外团队把这个 之前的概念方案的相关资料 等于是交给这个国内团队 当时谈判的时候呢 他们就认为 没有我们 你们可能是不太行 外邦团队撤出后 新机场设计的后续任务 将由谁来接手呢 此时郭彦池心中 已经有了答案 王小群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也参加了这次新机场的设计和施工招标 虽然设计方案并未得到采纳 但是王小群和团队 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项目的进展 选择这个方案 我觉得那个是最彻底的集中 很纯粹 拿到标书的时候呢 大概是在2011年的夏天 我记得还是去场地去看地 全都是这个挺茂盛的这个工业地 那次呢印象比较深 就觉得将来在这个地方 要发生一个巨变 这个空测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布局 和运行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这个航站楼呢 构型它是 你必须考虑三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空测的因素 就是考虑飞机的运行 那第二个呢 你必须考虑这个交通的 结果的因素 第三个 你要考虑航站楼本身的因素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构型呢 摆在这儿 它决定了三方面的这个内容 你必须想这个 可以从 新机场的概念设计方案 交到了王小群和他的团队手中 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挑战的难度远超他们的预期 王小群 王小群面对的第一个实际问题 就是如何把海量的设施 人员 机电 统筹装进一个楼里边 这些设备能不能摆开 能不能摆好 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工程 摆不开的难题 从旅客抵达机场的第一刻 就开始显现了 车道边是旅客乘坐的交通工具 到达航站楼时 与航站楼接驳的区域 概念设计方案中 航站楼主楼北侧 提供了约400米的面宽 来接驳车辆 但这个长度的接驳面 只能满足4500万容量下的 高峰时段车辆停靠 距离7200万的需求 还差得远 在水平空间受限的情况下 将建筑分层 似乎是不错的选择 这是国外的概念方案 给的理念 蓝色的国际 红色的国内 这是国际的出港到港 国内的出港到港 我们把它立体地组织起来 就是出港是一层国内 一层国际 到港也是一层国内 一层国际 后来我们经过研究 就是认为出港 按国内国际的分 有一些问题 如果按国内国际分 应对国内国际 这个容量 这个是变化的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设施要加倍 就是那个两层都要 相同的设施来提供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巴车 这个混着装的旅客 你比如说这个一辆 那个乘机大巴过来了以后 有去国内的 也有去国际的 那你这个车 这个要停哪层的 这些都是一些问题 为了让机场的运行 更加高效 王小群必须革新 建筑分层的方式 提供一个快速通道 通过对人们出行行为的观察 一个创新的方案浮出水面 现在这个商务旅行的越来越多 很多商务客 然后我们根本就没有托运行李 那你上四层要穿过这个 有托运行李的这个 才下去这个东西不方便 是吧 这样我们也是依据这么一个趋势吧 就是给它留出了一个 叫快捷出港层 航站楼分层的方式 从最开始按旅客目的地划分 改变为按出行方式进行划分 航站楼第四层 被设置成国内国际共享的出发层 国际执机柜台在中间 国内执机柜台 按航空公司区隔在两侧 这一层被设定为传统出发层 无论旅客是否需要托运行李 都可以在这一层进行执机 而航站楼第三层是专门服务 无托运行李的旅客 称为快捷出发层 为不需要托运行李的旅客 提供快捷直机安检 巧妙地分解了单层车道边 应对流量不够的问题 这也让大兴国际机场 成为全球首个 采用双层高架车道边 出发方式的航站楼 分层的概念还被进一步延伸到了 轨道交通的负一层 通过轨道交通到达机场的旅客 可以从负一层快速直机 使新机场形成了三层出发 双层到达的功能分区模式 各容量作为一个指标 三层出发 两层到达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容量被分解了 纵向分层概念的应用 使客流量的压力 根据旅客具体的需求 被精准地分类 面对7200万人次的 年旅客吞吐量 设计团队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 大跨度结构问题 树伟农 曾承担昆明长水机场 深圳保安机场的设计工作 这一次他面对的挑战 是来自被称作结构工程师的独九 设计师扎哈哈迪德的创意 C型柱 其实这个C型柱呢 是我起的名字 当时因为我们结构做设计 起那个构建要起个名字 当时我就看了平面投影像个C 所以叫完以后大家觉得C型柱挺好的 所以现在才能叫一个时髦的词 叫C型柱 来 许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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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你看这个主改的这个模型 看到这个整个这横下楼中间这大片吧 那个四百多米的一个大片 这个主要的支撑是中间六个C型柱 然后呢底下呢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直击厅的跨路比较大地儿 又补了八颗这个小的C型柱 在原方案中 航站楼硕大的屋顶是通过六根开口向内的C型柱 配合周边的立柱共同支撑起来的 为了行可能增加旅客通行的便捷性 原方案中C型柱间的跨度长达一百米 阳光通过C型柱间的采光天窗 撒向机场航站楼内 此创意惊艳了众人 但树伟农却认为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设计并不完美 从这个概念上来说 这个项目方案 结构方案是成立的 但是呢 问题咱说就是这个方向呢 潮雨 有点潮雨 是吧 但是呢 可能采光感觉问题 这样的前面又加了好多小肚子 感觉上不太安适 是吧 原来的方案是 C型柱的问题是哪里 它方向性是向类的 然后呢 上类了以后 然后呢 带来的问题比较大 因为我跟我无盖体系 形成一个结构体系的时候 它是受力不合理的 第二件事呢 C型柱是采光地 同时一个支撑壶盖的体系的一个 它是建筑功能和结构功能 就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柱子 所以当时为什么要往外推 因为在两腰上面呢 光线比较暗 所以需要采光 所以这样的话 但采光翻出去以后呢 这样的话 一兼顾了建筑的采光 因为同时也符合结构的树立特征 所以这两个是比较好的 当C型柱开口向内时 阳光聚集在航站楼中央 让本就拥有采光穹顶的中心区域 光线更好 但同时周边区域却采光不足 树伟农建议将C型柱开口进行调转 使阳光能够均匀地 分布在航站楼的四周 同时C型柱调转方向后 柱体与中央拱顶形成一体 不仅是柱子 也成为整个拱形结构的一部分 还将跨度从之前的100米 扩展至180米 为了使建筑语言更加统一 航站楼北侧八根立柱 也被总结归纳为两根C型柱 使航站楼主楼 从视觉上被八根C型柱共同支撑起来 形成了一个跨度更大的共享空间 但是大胆地设想 还需要小心地求证 经过一番调整之后 C型柱的受力 是否能达到结构要求呢 当时C型柱确实没干过 因为这个东西会带来很多问题 这个项目呢 因为当时定的几个原则 C型柱是最重要的 在大胆地震动用下 是不能破坏不能屈服的 所以这样的话 在这个里面下 欧开钢机后也需要一个标准 这标准是什么标准 就是肯定要先与C型柱先破坏 就当时为了持续线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仿真计算 计算的目的就是逐步加核载 加完核载以后 看看网架先坏了以后 然后其次才是C型柱破坏 航站楼屋顶缸结构 由12300个球形节点 和超过6万根杆件组成 支撑在C型柱上 C型柱关键节点的强弱 直接影响到C型柱 及整个屋顶缸结构的安全 模型在不在 哪个模型 就那个钢结构的模型 就现在都在吗 都在这现在是吧 树伟农需要找到一种 可以对这些关键节点 进行测试的方法 我们这个架子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型球形的自平衡加载装置 这是我们为了当时为了机场这个项目就是特意研发的 我们这个C型柱的拿一个节点出来 最重要的节点拿来做实验的 因为当时它这个台子特别要求是一个自平衡的 它那个力啊 它全部要加在那个节点上 我们这个实验的是加了五个点 加了多点加载 可以多角度 它不是那种规则的 所以这个我们上面这个加载装置上面设了很多孔 就是为了实现不同角度的一个连接 加载装置上的C型柱节点 来自于C型柱根部的关键受力点 球形自平衡加载装置 为模拟给节点多角度施加压力提供了可能 树伟农和团队希望借此来验证C型柱节点的强度 一共做了九组吧 对 做了九组 九组实验 最多的九组实验我们都对比 那么把九组实验结果 然后我们用在设计中 就当时这么定义 树伟农在这个项目的节点试验中 还对不同节点加金类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比 这个节点就是按照正常的一个钢管 把这个钢管给它焊接上去 这样的话中间没有加金类 没加金类的话相当于这个钢管直的 中间是个空的钢管 就这样的话能为补墙 不设加金类你看这个是不是破坏最严重 你看看 这是模型之一 这个是加了三道加金类 刚才我说的问题 这是这边一道标准 两道 三道 这样的话能够加强了一下 这是第二个 旁边一个再看看旁边这个 旁边这个是加了五道加金类 这个就加的比较多了 就是从上到下就加了一下 从上一道 两道 三道 四道 最近还加了一道 像第一次把这个 加金类加的很多 加的多不是加的更强吗 所以看这个效果看 这个效果几乎没什么所谓 要五道加金类的话 施工难度特别大 而且招架也比较多 施工难度大 招架也比较多 后来我们还是选了集中的方案 就取了一个三道加金类 除此之外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 与北京建筑大学一起 按照一比十的比例 建造了大兴机场的C型柱 与屋顶的钢结构模型 树伟农想在这里验证 调转方向后的C型柱 是否能够满足机场屋顶的承重需求 新机场航站楼主楼屋顶面积 约为十八万平方米 投影面积相当于 二十五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钢结构重量超过整个鸟巢体育馆 很难想象如此巨大沉重的屋顶 仅靠八根C型柱就能支撑起来 树伟农的秘诀 藏在旅客看不见的位置 原来树伟农在结构上 将航站的屋顶分解成六个独立的部分 每个部分都有一根C型柱 和两根隐藏在商业区建筑中的 塔结柱共同支撑 形成一个稳固的受力结构 最后再将这六个稳定的部分 拼合在一起 在C型柱拱形作用的共同支撑下 托举起中心的采光穹顶 因此只要验证了每一部分受力的稳定性 就能确定整个航站楼屋顶的稳定性 这个试验的目的呢 一个是在垂直的高载作用下 那个它的安全性 另外一个就是在水平低温作用下 它的安全性 降完载以后 基本上这个承载力还是很高的 目前来说也是符合我们设计 满足我们设计要求 因为我们通过一笔式模型导解嘛 导解后我们发现还是能满足的要求 树伟农调转C型柱的结构方案 经受住了考验 C型柱所支撑起来的超大跨度共享空间 让旅客流通更便捷 但是这却给外维护设计师 带来了新的麻烦 航站楼目之所及的一切 几乎都涵盖在外维护设计的范畴内 王艺师 新机场外维护设计总师 他需要将这个充满运绿曲线的航站楼外形 从概念方案落地为现实图纸 外维护是什么概念 有人说叫穿衣 其实我不喜欢叫穿衣 就像人的这种皮肤一样 结构我可以认为是人的骨骼 把它支撑起来 那么这个外维护系统 就像人的这层皮肤和这层整个这个 长什么样 对吧 这人长得第一 就是我得保证这人长得好看 然而调转C型柱方向 却让王艺师面临新的难题 因为结构上任何大的改变 都会引起外形的变化 而他从外方团队得到的概念方案 是一个不可编辑的概念图 如果要调转C型柱方向 王艺师就需要带领团队 重新建立一个可编辑的外维护模型 拿到概念方案的时候 这个模型我们是没有的 就是这个 他们是不提供我们这个模型的 只能提供一个 这个说已经生成的东西 外方提供的这个一个思路 就是把这一个主的鞍面 分成几个不同 你看不同颜色 实际上它是代表着 不同的一种几盒逻辑 把它分成了不同的 像这一块呢 是一个比较平的 这块呢是一个斜的 这个就是拼在一起 这种效果 它并不是很理想 它这个整个这个面 在这个接 叫做这个连接的部分 实际上并不太自然 而且这东西很难做得 特别的平顺 整个这个面 所以我们还是要 想新的办法去 进一步地去 把它给做得更好一些 概念方案中 以后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那个大星呢 是完全一种这个 比如说自由的这东西 你写这个 这个用简单的几盒 可能已经很难去描述 这么一个面了 它是一个这个所谓 高阶的曲面 你没有这个相应的设计的 这个工具方法 是无法完成的 应该说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大的难点 就是这个项目过于庞大 设计师队伍 加上顾问团队 高峰期有近300人 参与到大兴机场的设计中 如果用传统的绘图方案 对建筑进行绘制 过程中有任何一方 对原设计做出修改 那么已经绘制好的图 就需要整体推到重来 所以以前的设计方法 显然行不通 王一支必须另批西行 找到一种全新的设计方式 设计团队的工作 一时陷入瓶颈 来 从哪来 这是咱们的一个 C柱的一个 展开的一个 这是个东西 这是市园 王一支出生于建筑市下 和父亲一样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虽然从小耳濡目染 但是王一支最初的志愿 并不是建筑专业 95年的春天 就是清华校庆的时候 去建筑馆 当时那是清华的建筑系的建筑馆 是刚刚落成 然后还有一系列的展览 一系列的活动 我就跟着去看了一遍 觉得这个东西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就突然就觉得 去学建筑了 虽然从事建筑设计工作 但王一支一直非常了解 计算机算法 在建筑领域的前沿发展 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尝试 用参数化设计的思路 解决新机场的 复杂区面设计问题 参数化的手段 这种模式是有的 但是真正用得这么彻底 这么大规模的 确实是第一次 这个灯是 当时也是 自己的思考的过程 也算是 就是它这个有点像 一个C型柱的构造 靠这些线条来控制 整个的这个屋面的这个结构 假如把这些线条固定以后 中间蒙的这层纸实际上 是不太受控的 它实际上是 它虽然形成的一个表面 但这个表面 其实长成什么样 可以说在这个 代行机场中的时间 就是靠这个电脑来 通过各种的计算 来把它给表现出来的 参数化设计 其实是将复杂的变量 交给电脑运算来完成 所谓参数 就像是控制台灯外形的铁丝 它是造型的限定条件 而包覆其上 造型不可控的纤维布 就是电脑在限定条件下 算出的曲面造型 对于大兴国际机场的 复杂曲面 从设计绘图到零件加工 都无法像传统建筑那样 批量化使用同规格的组件 但是采用参数化设计的方式 计算机就可以自行算出 符合曲面要求 所需要的 一型组件的形状 大兴机场航站楼屋顶的 采光天窗 由7729块玻璃组成 它们的形状排布 就是通过参数化设计的手段 由电脑来计算完成的 你看这电脑 它实际上在筛选 它也可以看到 上面的逐渐收敛到 这个一个 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 慢慢收敛 最后就形成了最终的 现在天窗的 这个划分的形式 然后这个形式 可以看到它的边缘 还是很完善的 最后完成了以后 效果大家还是比较认可 不仅仅是 看得见的玻璃形状 在这些玻璃看不见的 中空层里 还加有智能优化的 金属遮阳网 这些遮阳网的角度 由电脑计算完成 使玻璃隔绝死外线的同时 又让可见光进入室内 达成了采光与隔热的 完美平衡 我觉得这个参数化 还是设计技术的一个飞跃 包括壁骨什么的 就像我们T2的时候 以手画图为主 T3的时候有计算机 这种参数化 这些三维的设计手段 在大型这个项目中 是不可或缺的 不光是设计 包括咱们的加工建造 配套的体系 整个这个建设体系 都支撑着 完成这么一种 这种比较自由 比较这样流动曲面的设计 才是一个保证 更重要的是 这项技术 允许所有部门的设计师 同时针对同一张图纸 进行编辑 结构工程师 无论是调转C型柱 还是加大空间跨度 都能及时准确地传达到 其他各个部门的电脑和图纸上 在参数化设计的帮助下 过去至少需要一年 才能完成的初步设计方案 设计团队仅用三个月时间 便完成通过评审 最终88,539块 造型互不相同的屋顶鱼板 共同组成了 新航站楼屋顶的外围护表皮 它们不同于传统横平竖直的 矩形墙面 而是一层紧紧贴合在 结构表面上的皮 王毅之使用参数化设计理念 不仅实现了外表皮的灵动曲线 还将这种自然曲线 融入到屋内吊顶层 使整个航站楼的谷与皮 真正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当时拿到了外方的方案 从我们认为它 首先它是一件衣服 它就表示 很漂亮一件衣服 我们也承认 但是比如它给提供的 当时的方案 它这东西是脱开的 结构就是啪啪啪打方额 反正这形 反正大概把它撑起来 然后这层衣服蒙上去 那么从我们认为 这个建筑的结构 和这层表皮 和这个外面的外观 应该是一致的 整体的有机的 是一体化的 这个也是大型机场的 一个很重点的事情 而且这个点实际上 对于这么复杂的一个建筑来讲 其实我认为外方 不是没有这个概念 他其实他也认为这样是好的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 这么大的雄心 和这么大的这个 当时他没有认为 这个事可以实现 为了实现 7200万人次年旅客吞出量 让旅客的出行更加便捷 设计师们还要面对一条 难以逾越的鸿沟 对于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来说 轨道交通是便捷出行的最优解 而大型机场 作为连接星金纪3D的重要枢纽 在地铁轨道的基础上 还加入了城际高铁轨道系统 为了实际客换成最便捷 设计师将所有轨道交通 直接置于航站楼正下方 高铁这样的轨道交通 就使得本心厂它辐射的 这个范围会更广 所以单心厂在规划的时候 基于上述的很多的原因 将也就是8台16线的轨道交通 相当于许可站 放在了航站楼的下面 而且它的站台都是垂直于 航站楼来布局 这样就其实使得 每一种轨道交通 它和航站楼的关系 就是从距离关系 从换阵关系来说是相同的 就是并没有差距 8台16线的轨道功能区 设置在航站楼正下方 打造出国内综合交通枢纽的样板 但是这种形式虽然便利了旅客 却带来更多结构上的挑战 问题之一 就是列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 会产生风噪 声噪和震动 在航站楼正下方 及时的轨道列车 将不可避免地将这些震动 传导给航站楼 这个大铁呢 它有阵线 直接穿过航站楼 它的阵线 所谓阵线就是不停车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速度是非常高的 影响不仅仅来自于轨道交通 北京处于烟箔地震带上方 一旦地震灾害降临 机场不但需要保障 自身建筑的稳固安全 还将成为人员疏散 补给物资的重要生命窗口 新机场的设计需要找到方法 同时解决轨道震动和地震 带来的双重压力 地震的频率地平放从下面 可能手上满个要求 但是上面满个要求 所以这个东西啊 这个也是一个震动 跟我们常为想大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来分析 是不是调整质量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分析 那质量的问题 其实如果再不进的话 我们调整质量 让它震动会降低一点 这也是一个方案 抗震设计方面 应该有三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自己扛 第二类工程叫减震工程 通过实施这个减震装置 来通过吸收地震能量 这样降低地震作用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隔震 如果抗震结构的话 它有百分之百地震作用 都自己靠自己结构本身来承担 减震的话呢 能够减少百分之十五左右到二十 这样的话 这地震作用能减少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如果隔震结构呢 它地震能减少多少呢 能减少百分之六十 所以这样的话 相当于八度 这房子通过加拉隔震以后 能降一度成七度 隔震房子对抵抗地震 是最为效的方式 无论是轨道交通带来的震动 还是地震 它们对建筑的影响 都是通过建筑的支撑柱 向上传递给结构 所谓隔震 就是把带有缓冲装置的隔震之座 放在建筑物的支撑柱上 当震动发生时 隔震之座可以消弭震动 给建筑物带来的影响 把楼就放在一个隔震之座上面 就简单了 它就跟外面就不影响 增化这个地震作用的时候 上部节路都是在 减少地震作用以前小的 这叫基础隔震 隔震效果最好是基础隔震 但是由于轨道交通的存在 大型机场航站楼 相当于在正下方 挖了一个三百米宽 一千多米长 二十多米深的一个大坑 常规的基础隔震 无法实现 树伟农决定 在大型机场航站楼 进行层间隔震设计 为了让C型柱支撑起航站楼 树伟农将航站楼结构 分成六个相对独立的受力部分 但是如果发生地震 每一个部分都会产生单独的位移 最终造成拱顶的破坏 大机场主要是拱结构 拱结构呢 它底下 柱底下是带水平推移的 这水平推移率谁来承担呢 那就需要通过楼板来承担 为了航站楼的整体隔震 树伟农将所有的楼板拼结在一起 在轨道上方设置着一块面积 比鸟巢还要大的隔震层 这块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板 将航站楼与轨道线完全隔开 为了保证抗震能力 这块占地21万平方米的隔震板中 不设任何伸缩缝 质量高达100万吨 21万平方米的隔震板下面 设置了多达1152个橡胶隔震之座 它们安装在机场负一层 柱底的上面 每个隔震之座的橡胶层直径 达1.5米 从数量和直径上都打破了记录 测完以后结果呢 加上隔震之座以后呢 相对来说能够减弱 这个放大效率 所以当时认为这个震动 是能够通过我们 就是这个仿真计算以后 还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所以当时就采拿这个方案了 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楼板 加上数以千计的隔震之座 让大兴国际机场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检隔震建筑的同时 还让旅客便捷换成的构想 成为可能 2019年9月25日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行 但是大兴机场的建设工作远未停止 总师们仍会定期碰头转楼 对新出现的问题和过去的经验 进行总结探讨 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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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肯定成的 还是可以再做新一点 干键设计之后 这个 素总跟这个 标赫 PK的时候 你这印象比较深 当时 吃银座还没翻过来 还能 还是个能量的一样 美猫座还在 后来咱们不是改完吗 美猫座也没了 是吧 那个素质翻过来了 从这一点来说呢 也能体现出 这个 国内设计的 这个 肯定是没问题 这个项目呢 其实要说起来 你说难题吧 对我来说可能 都是因为 都是解决那具体问题 我可能比较自负吧 我认为做的项目 应该都是 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能够经历这样一个项目 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锻炼 从建筑学艺上来讲 它也算是一个壮举吧 航战楼建成以后呢 我记得是19年 10月份 当时航班量不多 但是参观的人非常多 据说有一天 是不是到了 20万的游客 来参观这个航战楼 确实就是 这么多年 弄起来 也是觉得 不可思议的人 这些呢 都是就是挺梦幻的 一座航战楼 不仅仅是联系 这座城市 与世界的桥梁 更是一张名片 通过建筑艺术的形式 感染着 它迎来送往的 每一位旅客 建筑的背后 是总师们的汗水和智慧 他们挑战建筑力学 与科技的边界 在呈现 这座城市的精神 与美的同时 也在谱写 属于自己的 总师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